的工作室上面 那么我们今天聊一下雨崩 在雨崩如何选择适合自己体能的路线去徒步 是非常重要的 就不要以为说雨崩就是徒步小白的入门路线 人家毕竟在高原朋友们 雨崩每年都会有人遇到意外 所以说呢 在雨崩如何选择线路 以及如何选择线路的顺序都非常的重要 现在雨崩里面呢 有成熟的不成熟的大概一共七条线路 那么这里面呢 我又把它分为了小白板 季节板 没开放的 还有不值得走的大概这么四类吧 首先呢 我想先抛开这些类别 然后先讲一下冰湖这条线 因为冰湖呢 属于一个大神觉得很简单 但是小白觉得很难的 这么一个比较难去界定难度的这么一种线路吧 我个人觉得冰湖并不是一条小白友好的线 因为它前半段的原始森林爬升 和后半段的碎石爬升呢 其实都非常考验 徒步经验 而且你一定要会看轨迹啊 如果你不会看轨迹的话呢 你走这条线 哪怕它非常的成熟 也是容易走错的 我第一次进雨崩呢 其实就是一个纯小白 然后我当时就走了冰湖 真的差点没把我送走 就是花了十个小时时间才从山上下来 而且当时天都快黑了 不过我当时也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我那个时候是刚进高原 我就徒步了冰湖 我没有提前拉链 也没有提前适应海拔 所以说呢 就如果你是徒步新手 想要走冰湖 我觉得完全OK 但前提是第一 你得会看轨迹 第二呢 你得提前适应海拔 第三就是对这条线要有清晰的认知 就是它真的不是一条简单的线 好那我们现在来说回到类别啊 就是适合小白的这一类的线呢 有三条 泥色 神铺 还有泥浓 那么我建议进村的第一条线呢 选择泥色或者神铺 来提前适应海拔呢 以及拉链一下 很多人对神铺的评价呢 就是简单爆炕 但我觉得真的是因人而异 因为我觉得神铺是很灵的 就是你可以接圣水 光这一点呢 就其他线就是比不上 那在难度上面呢 我觉得前面几公里确实不难 但是后面1.5公里的台阶爬升路段 非常的努 所以不能掉以轻心 然后另外就是神铺这条路 其实完全开发好了嘛 所以它是全程水泥路 在这条线上呢 你其实穿普通的运动鞋也是OK的 泥色呢 是一条可难可易的线路 难呢 你可以直接走到泥色拉谷牙口 易呢 你可以走到泥色牧场就OK了 因为到泥色牧场呢 你就已经能够看到 近在咫尺的雪山了 单论风景的话呢 泥色的雨的路段呢 其实是比其他所有线路都要漂亮的 那关于泥色的沉浸式徒步攻略呢 也可以看我这期视频 尼诺很多人都说不值得走 但我个人认为 它这一路的景观变化呢 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它的徒步体验呢 就类似于一个小虎条侠 如果说你的负重不是很多 就一个背包的话 我建议呢 还是走出来 雨缝里面的进阶线路呢 我认为就是神湖了 它的爬升非常的虐 而且呢 它的海拔也比较高 如果你没有两到三倍的爬冰湖的体力的话呢 建议不要尝试神湖 那么关于神湖的沉浸式攻略呢 也在这期视频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到了神湖之后呢 继续向你的右手边去爬粗卡峰 爬升大概是200米左右 你就能够非常近距离的看到神女峰了 那个景色就听说非常的顶 但是我当时去的时候 因为就是下大雨 又是冰雹啊什么的 所以我就没有去上那个峰 也没有看到那个景象 那没有开放的县呢 就是崇扫县 它没有开放的原因呢 也是因为它走在山脊上 风很大 有游客上去出过一万 所以说呢 就暂时关闭了 那具体的开放时间也不清楚 所以暂时呢 先不考虑这条线了 在雨崩我认为最不建议走的呢 就是西当建村这条线 这条线呢 跟越野车共用一条线 一定会吃土 而且沿途呢 也没什么风景 你还要付这种全部的行李 往上爬升 就是没有必要啊 咱就说 就但凡能付得起这个越野车费用的话呢 咱就不要去徒步这条线了 而且众所周知 雨污村的物价非常的贵 就完全不存在一个 穷有雨崩的这么一个选项 最后呢 有几个问题呢 我来集中回答一下 首先呢 是住哪里合适 我走冰湖和泥塞的时候呢 住的是上村 然后走神湖和神铺呢 住的是下村 我个人觉得也并不麻烦 而且呢 还能同时体验到两个村的环境 还有就是雨崩的物价非常的高 如果建议的话呢 建议零食和路餐都从外面背进来 然后呢 就是天气对徒步的影响 我分别呢 在雨季和秋季经过两次雨崩 然后我就意识到 天气对路线难度影响 还是非常大的 在下雨的时候呢 原始森林路段和水泥路 都非常的难走 所以说如果你不得已 下雨天徒步的话 一定要坐好 随时后车准备 带上雨衣 带上雪套 然后带上登山照 好的 那么关于雨崩的攻略呢 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留言 现在呢 就是真的是太晒了 就是我的宫位 就是太晒了 我必须得下去了 那我们就下期见吧